7点21分 早安气象时间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但是要提醒您 天气还是有剧烈变化 详细资讯 我们要来请教会先 现在进入五月的梅雨季 那么今天这道蜂蜜 开始影响我们 哪些地区要特别留意呢 好 十月早安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 来看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了 刚刚提到 今天是五月的第一天 那么同时 我们进入广义上的梅雨季了 那么当好了 这一次也碰上了 梅雨季的第一道封面 不过很多人会问 那么这就是梅雨了吗 那么其实还不是 因为我们看到了 主要在梅雨的封面 它会有几个条件 包含的就是要有滞留风 加上比较强的西南季风 带来了连续性的降雨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一次的封面来说 它是比较移动性的 而且带来了东北季风 也因此影响的时间 也只有一天而已 因此它并不是标准型 以及典型的梅雨 不过还是为我们带来了 不少的雨势 我们就来看到 今天清晨的雷达回波图 包含在这个地方 有一道刨线 它是慢慢的通过的中南部 因此今天清晨来说 我们看到在台南 以及在高雄 已经出现了降雨之外 还有的就是在南投的山区 以及台中和平山区 也都出现了湿雨量 50毫米左右 而且持续的在增加当中 那么今天的降雨热区 也要来看到了 包含就是在西半部地区 容易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之外 东北部 东部也要留意 可能在短延时强降雨方面 要特别来做流星 还可能伴随着一些雷急和强震风 那么一路的会延续到礼拜四 降雨都还蛮明显的 来看到了礼拜三的雨势 就是最明显的之后 礼拜四各地还是有短延时强降雨 而到了礼拜五 雨势慢慢的趋缓 封面远离 但是还是有一些残留的水汽 我们再来看到 未来一周的降雨图了 包含了刚刚提到 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 雨势是比较明显的之外 在礼拜五之后 雨势慢慢趋缓 但是礼拜六 包含在迎风面东半部 还是有局部性的降雨 午后同时也会有一些震雨发生 到了下礼拜一的时候 又有一道封面 在台湾北部的海面 但是它的位置比较偏北 因此会不会通过台湾 我们要继续的来做观察 而温度方面 今天也要来看到了 包含就是因为刚刚提到 说到封面和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 因此今天高温 在北部地区下降了差不多有10度左右 而在清晨的时候 高温大概26度 一路的就会往下滑 到了晚上低温可能只有21度 中南部的温度也会有明显下降 来看到未来一周的温度 礼拜三礼拜四的明显温度 最低之外 之后礼拜四就会一步的往上升 礼拜六礼拜天 还可能会达到了30度以上 那么最后有一个新的消息 要告诉您 就是在气象署发布了一个 山区暴雨的溪水暴涨的告警 也就是说因为在山区 在天气变化比较莫测 那么当下游可能没有明显的感受的时候 其实上游已经在暴雨 容易造成了一些溪水暴涨 要提醒您以后收到这样的简讯 立刻的就要离开了西边 会比较安全 再把时间交换输锐